下面我们来介绍二肩半关闭不全 先复习一下临床与病理 二肩半关闭不全是多种原因所致的 二肩半解剖结构或功能的异常所导致的 会造成收缩器的血流反流入左心房 久之导致左心室容量负荷过重 最终引起左心衰竭 那么常见的病因有哪些呢 首先是风湿性半膜病 引起二肩半结构的改变 二肩半狭窄的同时和病 二肩半关闭不全 二肩半脱锤也会导致二肩半关闭不全 键锁断裂 乳头肌功能不全或断裂 二肩半坠生物或穿孔 二肩半退行性病变 这些常见的病因均可引起二肩半的关闭不全 我们看一下超声表现 二肩半关闭不全二维的表现 我们刚才讲了二肩半关闭不全 是由于不同的病因导致的二肩半功能受损 那么它在二维图像上就会出现相应的原发病的超声表现 表现为相应的二肩半叶及半环 见索或乳头肌的气质性病变 彩色多普勒显示 收缩期二肩半口左房侧的蓝色为主的五彩镶嵌血流速 平普多普勒可以看到收缩期二肩半口左心房侧出现的高速 宽平带的湍流 激发性的表现是左心房增大 左心室增大 相对的右心房室就没有那么大嘛 左房左室增大 晚期患者左心功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涉血分数啊 梳张功能啊都会减低 我们来看 这是以着由于二肩半脱锤导致的二肩半关闭不全病人 首先是原发病的表现 二肩半脱锤 二肩半后叶的脱锤 收缩期左心房侧出现的红蓝相间的五彩湍流血流信号 二肩半关闭不全的定量评估 我们常用的就是反流速局限在二肩半环附近为轻度 打左心房中部为中度 打左心房顶部为重度 这是我们常用的目测方法 也可以用反流速的面积 反流速的面积小于四平方厘米为轻度 四到十平方厘米之间为中度 大于十平方厘米为重度 另外我们还可以用反流分数来测定 二肩半关闭不全的反流程度 反流分数是怎么测定的呢 反流分数等于 首先我们计算 组度卖半口收缩期的血流量 比上二肩半口梳张期的血流量的比值 再用一减去这个比值 就是反流分数 轻度反流者反流分数小于30% 中度反流者反流分数在30%到49%之间 重度反流者大于50% 做一道例题 左房市半关闭不全的超声表现有 左心变大 我们刚才讲了 左房左势增大 收缩期左心是血流 倒流入左心房 肺动脉变小 这点跟我们关系不大 左房市半闭合时 前后夜有猎息 左房市半半口变小 这是狭窄的表现 我们看一下答案 ABD 二肩半脱锤经常发生在哪种情况 高血压病的时候会引起心肌缺血 但是轻易不会影响到二肩半 前臂心肌整死 下臂心肌整死的时候 容易引起乳头肌的断裂 会影响到二肩半 引起二肩半关闭不全 但不是前臂 半膜的粘液变性 这个时候是不是会影响到二肩半的功能啊 会出现二肩半关闭不全 心肌肌液和时间格缺损 跟二肩半关闭不全的关系都不大 正确答案就是C 二肩半关闭不全的超生诊断要点是什么 左势变小是错的 收缩期显示 左势倒流入左心房的血流 这也不是 这些都不是 答案是B 鉴别诊断 鉴别 二肩半关闭不全 需要与 位于二肩半口附近的 左动脉逗流 破入左心房 即冠状动脉 左防漏来鉴别 它们的二维彩色多普勒表现都很相似 但是 重要的鉴别点在哪里呢 二肩半关闭不全时 它的异常血流在什么期 收缩期 异常血流在收缩期 二肩半 收缩期的血流 二肩半 收缩期的高速反流 而左动脉逗流 破入左心房 即冠状动脉 左防漏 它们的异常血流 表现是什么呢 双期 也就是收缩期 或舒张期 同时出现 或者是以舒张期为主 这和二肩半关闭不全的 收缩期 异常血流 反流信号 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鉴别点